近日,顺化古都遗迹保护中心推出新的绿色旅游产品,引进电动环保车,为参观加隆林的游客提供优质服务。 凭借富有特色的生态景观和遗产内在价值,顺化古都遗迹保护中心有望发展成为绿色的遗产目的地。 参观顺化古都遗迹群,我们可以沉浸在宽敞的美景空间,让人有一种亲近自然的感觉。 最近,顺化古都遗迹保护中心还在加隆林、明明林和铜庆林等景点设置植音水点,大量减少瓶子和塑料垃圾,有效在游客心目中树立美好的印象。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建议遗产区要尽量减少噪音、震动和灰尘等对遗产区带来不利影响。 因此,开设这些服务将有助于更好的保护遗产区,同时为游客提供更好的服务。 今后,顺化古都旅游业将继续推出更多与绿色旅游相关的旅游线路,使顺化市无愧于东盟清洁旅游城市的称号。 获得该奖项是成天顺化省的荣耀,也有助于将本省发展成为中央直辖市和文化遗产城市。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成天顺化省评为全国领先的遗产保护省份。 目前,凭借丰富的文化和遗产资源,该省正致力发展绿色旅游。 因此,只要游客自觉践行绿色旅游,当地的旅游形象将会进一步提升。